Hello 大家好 我是罗帅 那今天呢我是来昆士兰布里斯班这边出差啊 正好遇到我的一个老朋友查理 那他是在这个贷款行业已经升级了非常多年 而且跟他聊完以后呢 就是这次呢我在重新认识到了查理 虽然跟他认识已经差不多快10年了吧 对吧 10年了 但是因为后来的一些原因啊 我们中间的联系也比较少啊 比较断了 这次呢也想跟查理去分享他自己做贷款 Mortgage Broker的一个侵入历程 以及他在投资上的一些想法 我是罗帅 带你用买家视角看 澳洲地产和财富投资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的频道的话呢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错过以后 关于澳洲房产和财富投资的精彩话题了 那我们现在正式开始今天的采访吧 哎 查理 你好 我记得就是你和我一样 当时都是从留学生过来念书的对吗 对 其实呢我呢过来留学的年纪比较小啊 讲实话我是初中过来留学的 上次留学生 对 和父母其实应该算是一起移民过来的 但是我是就是说在北昆士兰 在那边是算是第一次登陆澳洲 是在凯恩斯 对 凯恩斯 大家如果去过大宝礁的话 大家应该会知道这个城市 然后呢是大学的时候 大学然后来到的那个昆士兰的布里斯班 那当时是自己一个人就来这边 一个人过来这里的 对的 然后呢也去过西尼 也去过墨尔本 去过各个大学去那个考试 但是为什么会选择来布里斯班呢 也是因为就是说比较信仰 我当时这样子的就是说那个澳洲的这个高中啊 他会给你定的一个工作实习的一个机会 在你高中最后的一年 我是最后的一年的那个时候呢 被学校呢 就是说选中的 就是说你这个华人嘛 在学校里面 特别是在北昆士兰嘛 在处理化上面比较优越啊 然后他就说OK 那你在五天学习日当中有一天 你是可以不用晚上上课了 你去工作去 我帮你介绍工作 我说那你帮我介绍工作可以啊 对吧 那个这个很开心啊 学校能出面 对啊 然后当时呢就是说 先是说来给我介绍酒店 对五星酒店 然后呢 这些巧合 当时呢那个澳新银行 就是那个蓝色的一个澳新银行 有一个那个就是说是职位 说就是说可以去实习 然后高中就去了 高中你就去了 银行去了 对啊 就在 哈哈 高中十二阶级 然后那个最后半年 我就在那个银行 这个就是说一个礼拜 出了一天 然后去学 当时你那边银行做什么呢 啊 其实呢 做事情很杂 基本上打下手 啊 就是你今天就是说那个这个 这个白根跟我说要印个什么文件 我去印个什么文件啊 叫我去送个什么东西 送个什么东西啊 去买个咖啡啊 是基本上是做过个活啊 很杂的 没有太多的实际的那个业务操作 也没有做过柜台 啊 然后呢 为什么来布里斯班呢 因为在昆史兰 这个地界的话呢 我们那个坎斯那边的那个行长 给了个介绍信 哈哈哈 介绍我到了那个布里斯班这里 啊 虽然说这个介绍信啊 最后啊 用处的是有一些啊 我想起来肯定是有一些的 呃 那个 但是最后呢 就是说是他介绍的 我去的那个分行呢 没有要我 然后呢 自己去那个敲门 啊 去每一个city的那个 NZ的那个分行去敲门 就说哎 我是有工作经验的 啊 里面是可以录用 开手也没问题 哈哈哈 对啊 然后就是那个大学时候呢 也是大学三年 这个也是在银行里面工作的 啊 大学你是学的什么专业呢 啊 学的是comments 啊 对 也是那个major in finance 啊 也是比较相关的专业 那当时就是你在被银行 拒绝的你的工作时候 你为什么会想到去敲门 每一家银行 因为我觉得我有工作经验 然后呢 那我对于薪资要求也不高 哈哈哈 对吧 就是给个活就行 哈哈 左笔区单盘子对吧 当时是还是稍微来的优越一些的吧 对吧 那那就是试一试呗 对吧 然后就每一个那个brunch去敲门 正好当时那个布里斯班那个就是说 故行街的那家银行啊 特别繁忙 啊 号称啊 我也不知道这个数据就是说 反正我当时brunch manager这么讲 就是说是全澳洲最忙的 那个就是traffic最多的这么一个分行啊 啊 就全人 然后呢 也没有一个就是说是呃 长期的工作的一个职位啊 只有一个短期的一个casual的工作职位 说明一个礼拜来个几天 然后周末呢 因为有这个是唯一一个困山银行是开weekend的 两天都开了 我说正好大学生嘛 对吧 那个weekend时间我可以给你 没有问题 哈哈哈 对吧 还有double pay 对吧 哈哈哈 那就那就上上班呗 然后那个 因为很多就是说有家庭的人是就是 就是weekend是要留给家庭的嘛 留给孩子的嘛 对那大学生那个时候就是有这个优势了 啊 然后就就说两天就给我啊 我上班 哈哈哈 对啊 那想要问 如果说你是留学生或者你身边有留学生的话呢 这一段我觉得非常重要 对 就是你很多的工作其实是自己是上门找过来的 嗯 可能当时也没有这种招聘职位或者什么 没有的 自己直接去银行问对吧 是的 对 就说你有时候你光是看过招聘职位的就是比较出街的工作啊 其实说可以这样子的 对啊 但是我也比较信了就是说呃 进去的时候就也不是说从柜台开始做出来 我现在就是可以就是做到Personal Bank的这么一个职位 我们那边因为是在步行街嘛 所以有很多呃那个留学生 然后呃需要那个落地开户啊 然后需要去呃办一些 穿过的一些什么卡啊什么都是我们当时办的 啊 信用卡后面也都是我们办的 对啊 那那你后来是怎么开始做你的贷款经济这个行业 啊和这么多机构啊 啊那个他们的产品可以给客人去推荐那看到我手上 我们这里可以给他一个机构最优的方案 就不是说我是单约产品 我只能卖这个产品 所以我只能把这个产品讲的最优 那其实可能并不是最优 哈哈哈 对啊 因为你只有一个破大的时候就没办法了 对啊 我只能说我们银行的服务好对吧 我们 哈哈哈 我们银行的啊 啊那个有我在对吧 怎么怎么样对吧 但是他产品可能对于客人来讲的话 也不一定真的学习是最优的 嗯 当时你开始做broker的话 你是跟着一家贷款经济公司去做吗 还是怎么开始 我当时的话呢 从NAS出来的话 有一段时间呢 就是说是 呃 我先是去了那个Rams啊 其实就是说是那份职位嘛 啊 那份职位 然后呢 那个再从Rams我再去的那个broker 都是是去那个给前辈们啊工作的 嗯 什么工作 直到了2015年1415年 差不多那个时候 对啊 才那个就是说 从我的老板那儿把那个就是说 啊 他一块业务给承接下来 然后算是一定的那个自雇 这样子 嗯 对 那你在刚开始做broker的时候 你刚才说的是帮你的前辈们去做一些业务 嗯 那这个时候就是 因为我知道你们贷款这个行业其实还是蛮卷的 啊 是的 对于新手来讲 其实还是挺不友善 当时你是怎么熬过去的呢 嗯 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啊 你的那个收入是很低的 对啊 那个你要有一个啊充分的一个储备啊 有限制上储备 当时没有限制上储备嘛 那就是有一定的信用卡上的储备嘛 哈哈哈哈 对啊 所以说 信用卡的那个每个月就基本上只是花来那个最低的一个环国 破活了那差不多一年啊 啊 尤其一开始的一年是淘汰率非常非常高的 对啊 那么货客啊 那个渠道非常非常重要 对啊 那么那个年代broker也很多 银行的那个政策也比较简单 所以说那个入门门的门槛也比较低啊 我不想做啊 但是查理从来就是说 嗯 让我再想想办法 看看我有什么一些方法 甚至有时候经常就是我可能晚上12点啊 就是有个特别紧急的情况想要找他呢 他都会接电话的 当时真的是特别拼啊 是 你在那个时候就是在做这个行业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什么特别难 让你觉得好难 甚至可能都过不去的这种坎 嗯 其实有的时候是说是那个broker的那个工作的话呢 他更是跟时间再不好的嘛 因为你有那个就是说啊 中介这个房子销售的一个时间上的一个需求 然后客户啊 就是房子成交的一个需求 然后那个你可能就是因为有很多方方面面的人 然后你有那个中介要服务 客户要服务 可能律师要接要对接对吧 开发商要服务 然后你还要同时要做好自己的marketing 所以说很多时候你的那个时间惯例非常非常重要 对吧 那个就是到比较中中介绍是那个就是说 你带子太多了 你有时候会那个出现一些客人你会稍微的delay了 或者说你碰到一些情况是银行改政策了 对啊 其实最大的一个有一段时间的那个shocking是什么呢 就是说银行今天是有这个政策的 然后我们是要这个政策给客人做的建议 然后客人也行买的那个期房 然后当他成交的时候这个政策没有了 然后这客人借不到款了 然后就是他缺乏产品的时候你就会很头疼 你不要该该怎么办 啊 这个可能还好就是说是确实是已经没有了嘛 那再想下办法 但是有些时候是你单款单子已经递交进去了 然后突然一上说这个政策没有了 那这个时候就时间上就非常非常的紧错了 啊 这些时候就会碰到这样的一个就是比较困难一个问题的broker来说 对 所以说你认准了就是说是好的一个机构的合作 像是我们现在公司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啊 就拿去就是这样的一个给我们自己的broker的一个优惠 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我们自己的产品是可以啊 那个比较能够掌握的 那我们的那个客户就不会有这方面的太大的一个问题 对那我记得当时在大概就是1617年年前后啊 就是因为那个当时对于海外的买家的政策改变特别大 然后其实有一大批的买家 当时从海外来的结果接不到款了 是的 当时你遇到这种问题就怎么来处理 但是这样子的啊 首先呢就是说是我呢那个先帮客人一个晚上啊 就说是因为明天就知道这个都没有了嘛 一个晚上能够连事到客人就是尽快的把所有资料收集权了 一个晚上我们所有的公司的人基本上都是在办公室加班的 一次的前夕啊一次前夕 然后呢我自己一个人的话那一天啊就递交3030多单 然后那个我同事的话就不交多少单了 反正加一次的话很多 因为你改的项目嘛 没办法的你如果说这是不交进去 然后你明天再交就没有了 就印象是绝对不会忍嘛 你今天交进去还有一次希望 对吧 印象说哎我是今天改POSE 昨天的单子我还认 所以这个确实是比较比较累的一个一个事情 然后呢到那个就是说截止日期过了 已经没有这产品那后面这客人怎么办呢 绞进脑汁啊我当时怎么弄呢 就是说一个呢我联系了我们 那个那个时候就说新加坡不是还有一些澳洲银行吗 对 跟新加坡那边联系啊 用新加坡的澳洲银行办澳洲的房子的贷款啊 解决了一些客人啊 然后呢新加坡的澳洲银行也不做了啊 也不做了后来也不做了对啊 那个澳洲银行都不做了嘛 这政策也传达下去了嘛 不能做好不能做怎么办呢 我就飞到新加坡去找新加坡的本地的新加坡银行 我想就是说那新加坡是一个比较包容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这个中心嘛对吧 你可以做美国的做英国的哎 你应该也是能做好多的嗯 我就跟新加坡本地的一些银行去合作啊 什么大华银行啊 EOB啊 对啊什么OCBC啊啊 那些什么CINB啊啊 那些都是跟他们建立一些合作也解决了很大一部分客人 然后再后面就是说是一些基金产品出现了 因为这个市场有这个需求那一定会有人去去填充这个需求嘛 对 那我们是比较早期的常那个是螃蟹的人啊 那个基金产品新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不相信了 因为有一段时期有一些号称是可以做的 但是后面都没有放款的 对这个基金产品在市场上啊 很多客人都损失了 我们其实是没有让客人去尝试用不敢 没有接触过不敢嘛 那出来的基金公司他出了一个产品 跟他们还是有一些过去的历史的关系的 他们合作过一些 那就尝试了几段 后面开始慢慢就进入到了那个基金公司的一个天下了 对 就哈尔克部的话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就是有自己现在这个市场进入呢 因为我记得你之前是在一家连锁的代表公司工作 对吧 是的 我们呢也是那个时候呢 为什么会去脱离这个连锁品牌呢 因为它是一个吸引的品牌嘛 一个上市公司 对于它来讲的话呢 它的那个产品的审核啊 就是什么样的产品 它可以卖给它的客人 它是有非常严格的规定的 那我们的海外客户的话呢 它的需求已经没有办法 就是这个新人的这个产品链条里面可以服务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了 只能把我们的当时的已经很成熟的一个生意啊 卖划给它 要借了自己的品牌 因为有些产品的话 它是不在他们的Panel上面了 他们也不同意 就是说你用外面的其他的那个机构的产品 或者说是海外的银行 他说你一两单就算了 对吧 一两单也不成气候 对吧 但是你要是做很多很多的话 那对他们来说 那他们跟这些海外银行是没有合作关系的嘛 那要求我们就是说是 那个暂停啊 或者说他们去跟他们谈要花时间 那干脆就就就算了 我们自己做我们自己的品牌啊 对啊 因为我们毕竟还是想要服务好我们本地的这个澳洲的华人嘛 然后以后来的新移民嘛 对 所以当时其实是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你的客户是需要有一类的产品去服务到 但是你的前面的那家连锁银行他自己的贷款的产品是并不能提供这些产品 对 而且他们好像自己的因为一些审核的流程也好拉了很长也不想去增加很多的麻烦也好 对没有想增加这些产品就服务到这些客户是的 因为对他来讲他是个上市公司 他有几千个那个broker在他的那个panel下面 那么他为了我们这一个部门为了我们为了我们这一个一个branch 然后去谈新的很多产品对他来讲在就是economic上不是很make sense 他就觉得不划算 不划算 对他要这些CEO也很贵的嘛对吧 哈哈哈哈 他公司到这么大的规模的时候他们动一下都是很花钱的 对啊所以说最后就是说我觉得你干脆我们也不耗时间在上面了 对啊我们做自己的品牌还比较自由一些 对啊 而且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就是说最后的决定 我们现在的品牌的那个方式是为我们的本地华人以后就是说不只是客户啊 还有个从业的人搭建一个华人品牌华人的一个平台啊 让我们的华人broker呢就说是不会去收到一些的那个吸引的一些银行啊 或机构的那个就是什么啊那个剥削也好对吧 骑士也好对吧我们做我们自己的挺好的 你现在的团队规模应该已经有差不多快30人了 是的是的是的 那那你当时就是取名叫市城金融为什么有这个名字呢 嗯 因为我觉得就是做我们这个行业要诚信为主嘛 对啊因为你答应客人的事情啊就是说你还是要尽量去做到的 同样就是说是有的时候 银行答应我们的事情他没有做到我们也会帮客人去距离力真的去把这个事情完善了 啊或者是让银行去按的他的一些之前的那个啊就说是承诺 然后帮客人找回损失 所以我觉得这个诚信在我们这个行业是非常重要的 哎那我翟莉我现在看到就是你的业务 不仅仅是有贷款了啊 对 还有就是cover到一些其他的方面 是 但是现在贷款这块的话就是一般来讲就是找你们的客户都是啊 什么样的客户会找到你们的 其实我们现在的贷款的客户的话呢已经很广了啊 就普通的那个买房啊投资房啊啊买公寓啊买年牌啊 到就是说是做生意需要那个资金周转 对啊 你短期的借贷对吧 然后到那个买项目开发 然后开发商买买物业管理权买农场啊买child care啊 这些我们都是有覆盖的啊 包括后面现在我们同时也在做的一些保险的业务啊 我们客人啊 我们也发现就是说在保险的行业其实有很大的一个空缺 在华人圈子里啊 嗯 那我们为了完善这个空缺 我们很多客人他在那个投保的时候 他叫做claim的时候 因为语言的问题啊 会受到一些就是说可能不公平的对待啊 我们就是为了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 哈哈哈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找我们的客人啊 应该已经讲就是说是暴露晚上了 对啊 我们公司也有人就是说是 是比较多做一些commercial的啊 也有那个人那个多做一些residential的啊 都是比较有分的 嗯 那就是对于这个啊 贷款这一块的话呢 就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有基金产品 是的 比如说因为我知道啊 就是有些的客户去找银行去做贷款的什么 银行其实他对于客户还是蛮挑的啊 他基本上就是挑那种他们认为的最优质的客户哈 就是你的公司单很正规 然后呢你的什么都没有问题 然后你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贷款 你稍微房子买多点呢 他都会啊算了我不借给你了 那像你们就是一般来讲 是有没有遇到一些特别 遇到很大的挑战的客户 然后来找到你们借钱 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broker更加多的 现在就是说也是个提供一个solution 因为那个如果说你客人就是说你资质非常非常好 什么都很好的话 可能你就是说自己的银行就会把你抓的很紧 你可能自己就已经去银行搬掉了 那很多时候找到我们broker的话呢 会是说哎你我可能有些就是说 那个银行贷款上面一些困难 看怎么办解决 那其实我们现在觉得就是说客人的那个 他的收入来源啊 现在各方面啊都是已经是非常多元化了 不是很单一的了 你可能这里有一些收入内 但是对于银行来讲的话呢 他不太能够与时俱进 就是大公司他改一些政策 就是像刚刚讲的 全本很高 哈哈哈 对吧 他需要这边审核那边审核 哎呀好多人开会 然后最后哎我做个政策出来 对吧 那么在做那个非银行产品 我们讲基金产品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政策的变化啊 可以更加多的跟着这个市场去走 啊 我们现在知道说哎 现在的客人他可能会平时开开Uber 对吧 啊会去送个餐 对吧 然后呢他会就说做些其他的那个工作 去有些额外的收益 或者做A便B 对吧 那个收入不只是long term rental 那么这些东西对于银行来讲 他要去接收它还是很花时间的 啊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说 呃客人在我们这里贷款 不只是只是有那个银行产品 还有很多非银行产品 他们对他们基金来讲 他们就是要解决市场的通电 啊那我们也是帮助他们解决市场通电 然后就是我刚才听到就是你在讲的时候呢 就是说到啊你们的一些产品是 比如说可以临时的去帮客户去做拆借的 是的 那这个的话一般来讲都是什么样的用户来找您 比较多呢 很多时候呢就是说你啊那个客人啊他啊 跟自己的银行去贷款啊 或者跟自己的那个broker去贷款 那过程当中有种种原因嘛 可能那个蛋糕没办下来啊 或者说时间来不及了呀 成交日就在下周了 啊啊 那么这个时候你需要一个短期的快速的一个接待 把这个房子给买下来 把这个项目给买下来 如果你这个不买下来 你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或者你本来潜在的收益就没有了 嗯 那这个时候可以找到我们 我们这边是提供一些短期的接待 这么个服务 然后更加是说什么情况呢就是啊 过去这几年啊 我们很多客人呢他在那个买期房的时候呢 是有很多的红利的啊 特别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说 不只是我们觉得市场就是说是价格已经涨了 百分之二十三十了 银行的估价都涨了百分之三十了 那么这个时候开发商呢 他是希望你不成交的 哈哈哈 希望你就是说哎 在成交的时候可能碰到一些问题 对吧 好那你不成交那我把钱退给你 对吧那咱们就两清了 对吧 这是比较好的开发商 你稍微有点不太好开发商 甚至于把你的定金都吃掉了 对吧 对吧 要再卖一次 对他来讲 那多卖个十万二十万 甚至于三四四十万都看到过 还有些项目多卖一百万都有 我们看到的一百五十万估价回来 就两百多万了 两百四五十万了 这个时候的话呢 那个短期借贷就比较重要了 我还碰到什么开发商呢 就是说 讲了一个逻辑 就是说你的合同是无条件合同 对吧 那我呢那个大家知道 办贷款需要去做估价嘛 对吧 对开发商来说你这个合同 没有说你一定要做贷款呢 那我没有义务说 要给你的银行的估价是去做房屋估价 那你办贷款不估价怎么批呢 对于银行来说 我都不知道我的抵押物值多少钱 对吧 好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说是开发商说 我有必要让你去看房子 你有个inspection的这个权利 但是你没有 violation 权利 那么这个时候很难调了 因为你custom要调一个时间 这个给 value 还调一个 很难调 最后可能就只有 private lending 这么一个 就私人借贷的这么一个 就是说是方式去解决了 就等于先拆借过来 然后把房子成交以后 然后再去转贷是吗 再转贷 是的因为我们就是说 会帮客人在这个短期借贷的过程当中 会跟客人讲 你确实实际就要长时间 对吧 如果说那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尽量的尽快的 转到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价格的 一个单款产品里面去 对了 这里我补充一个小的知识点 就是有些小伙伴呢 是买楼花这种房子 可能因为是出于各种原因 最后还是会选择买楼花 自己去买楼花 其实在买楼花的时候呢 就是一般来讲 你不会跟开发商有签一个 就是subject to finance 这样的一个条款的 我们叫做finance clause 因为我们正常在买二手房 或者现房的时候呢 我们去现场看了房子 有时候呢 就可以加入这个条款 当然这个条款 对于悉尼小伙伴来讲 肯定觉得不用啊 因为悉尼基本上你家的这个条款 肯定买不到房子 我知道 但是对于其他的 像昆士兰也好 PERS也好 其他一些州呢 其实这个条款还是比较常见的 但是楼花比较特殊 基本上因为它成交的时间 在很多年以后嘛 那么即使你现在 在有这样一个条款的话呢 你也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 把这个贷款做出来 才满足它的这个subject 那你其实 你做了以后呢 你依然在两年之后呢 你这个subject clause 也就被取消了啊 所以基本上楼花呢 大家签的都是属于 没有这个finance条款的这个合同 所以开发商就有这种权利哈 说哎你要估价师过来 对不起我不给你权限 不让你进入这个房子 当然这是比较恶心的情况 比较恶心的比较少 比较少 当然就是楼花确实有比较大的风险 大家小伙伴在买的时候呢 还多加注意好吧 如果说想知道更多这份的信息的话呢 以后可以关注我们以后的视频 然后查理 我知道就是你自己在做贷款的过程之中 就是这个创业其实也是蛮辛苦的 因为我记得当时有一次就是 你也是加班加了很多啊 就是我知道那次就是甚至都干吐取了 这是真是吗 确实很累 那时候确实很累 那几年的话基本上就是说 那个到一个境地的话呢 就是说如果说电话比如说 一个小时没想都感觉好像不太对 哈哈哈哈 不知道是吧 半个小时没有怎么想几次的话 就不太正常 对啊 那个 比较早期说那时候好像真的没什么微信哈 一个货币微信好像一六一七年之后 对吧 那时候还是短信啊 对啊 其实比较辛苦的 比较辛苦啊 那像比如说如果说现在还有在创业的小伙伴 就是你觉得当时让你回到十年前 给自己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的你讲一句建议的话呢 你会跟自己当时的你说什么呢 现在过去的自己来讲的话啊 就是说我只能告诉自己说我这个还是很幸运的啊 因为还是有很多人帮助就是你不是有时候你光是努力啊 你还是要有很多就是说不管是以前的师傅啊 然后啊后面的合作方啊 然后那种机遇啊 然后还有很多兄弟的支持 公司很多兄弟的支持 所以都是都是离不开的 没有这些的话你也达不到现在的那个情况 对吧 然后呢 那个对于创业小伙伴来讲的话呢 就是说 其实你如果说在前期有一个比较好的公司去一起合作成长的话 能够给到你一些帮助啊 知道怎么样去入这个行 做这个行业的话 对于以后发展来讲是非常的有有有劣 其实当时我根本不是很想离开那个就是说信任的那个信贷的那个公司品牌的 因为必须是很大的连锁品牌 对啊然后那个上市公司 然后也接上去很多活动啊 要不是因为产品也都确实是不会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想打造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华人的连锁品牌 然后呢服务好我们的华人的那个新路行的finance broker 然后服务好我们的华人的客户和亚洲其他的客户啊 是我们今后的一个目标了 那对于你的公司的话呢 接下来的话呢 你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或者说愿景吗 对其实我们今后的那个发展的话呢 其实我们也是想把我们的知识啊我们的经验啊 能够有个传承下去啊 也想想建议打造一个就是说一个好的一个华人的连锁品牌 一个是有口碑的华人连锁品牌 然后在每个城市的话都能够开花结果对吧 能够给到我们的华人也好 其实亚洲人包括也是想要做亚洲人不只是华人 因为这个是我们都是属于小数民族嘛 对啊我们自己要团结起来嘛 对吧那么进入到这个行业的话呢 有一个好的平台以外有些好的产品 因为我们都是从底层做起来的 然后呢那个有好的一个就是说后台的一个支持啊 能够把这个每个人的生活就很好的提升 那小伙伴们如果说你现在是在贷款这个行业 进入这个行业 你想找到一家好的平台去发展你的事业的话呢 你也可以在下面的这个评论区找到联系查理公司的链接好吗 我把链接会放到这个评论区的下方 查理我想问你一下就是关于就是你自己的投资的行业啊 就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买自己的第一套房产的呢 呃大一的时候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答案太突破我的意料了 你那天要是在银行工作嘛 在银行工作然后呢我们的收入就是说是还比较全的嘛 所以我那个时候是可以借到95%的嘛 啊 对啊所以说这个首付还是比较不多的啊 特别是昆士兰的房子那第一套房子是个townhouse嘛 嗯 townhouse才30万我记得呢 30多万 30多万 30可能都还不到点 哈哈哈哈 那个年代本来差不多就是来09年就买了 09年 对啊08-09年 进入危机之后了那也是 啊进入危机之后了 其实当时对进入危机的概念不强 对那时候刚刚就是说是那个大一嘛 然后开工作啊什么的啊 就因为我自己有听到的是没有太长的这个概念 是到底是什么情况发生了什么 我那时候买些股票的话也很爽 哈哈哈哈 对吧 可能也很厉害啊 美国买些房子对吧 可能也翻了好多倍 对 那时候没什么这个概念 所以你当时第一套房子的首付那5%都是自己存下来的 对啊 因为我什么让我在那个凯恩斯的时候呢 就是说 还做过很长时间的那个兼职导游啊 哈哈 高中的时候 哈哈 因为我们那时候也是吧 做导游那时候收入也很高 那个周末的时候呢也是那个有小费啊 又有那个就是说 Option啊 就是我们当时讲就是说是些 那个介绍去做些活动的一些那个经费 对啊 还是不错的 从那些钱 那你后来就是在房地产里面 应该也是投过很多的房产啊 是的 后面就是 基本上我买的房子都没有卖过 对 都是常常去持有的 除了第一套那个townhouse啊 因为那个确实是很老了 很老的那个房子 对啊 那个是卖掉的 但是后面买的house 包括我们公寓 对啊 然后买的开发的项目 基本我都是没有卖的 嗯 那除非项目开发就是 已经开发了才会买啊 就是说可以卖的每一个公寓啊 一定是算是 这样 不然的话就是说我都是持有的 都一直是长期持有 持有的 那能透露一下现在你有多少套发展 哈哈哈 不少 确实是不少 不少 对啊 反正基本上那个时候的那个目标的话 就是说是每一年买一套啊 自顾了之后啊 在银行里面上来是不可能的啊 自顾了之后啊 就是说那个开始 努力拼搏 然后收入看到明显的抵律 之后啊 基本上就这么个目标 对啊 大家可以去脑补一下 一年银行 哈哈哈 那对于就是现在正在投资地产的小伙伴 你有什么建议给到大家的吗 对其实就是说大家房产是澳洲的一个支柱行业吧 对吧 带动了很多其他的很多很多行业 所以说他的这个增长也是有目共睹的嘛 所以大家入市早一些啊 你可能并不一定买在了最低一点 对吧 甚至买到了比较高点 但是之后一定还是会超过它 对吧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对啊 毕竟每年银行还要印很多钱嘛 对吧 通货博商还是有的嘛 就是要有足够的耐心 在市场里面一直待着啊 是的 是的 然后选择对的房子和location也很重要 对啊 这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这个还是要找就是比较有经验的人 如果说能够有一个人可以跟你去分享这个经验 帮你去毕竟掉很多坑 对吧 小伙伴们如果说在找房上面遇到一些困难 需要就是想知道下一个投资地方在哪里买的话呢 你也可以下载一下这个我给你准备的澳洲报告好吗 告诉你就是接下来2024年在澳洲会增长的5个地区在哪里 查理谢谢你今天的这个时间啊 因为非常开心 今天就是你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关于你自己的经历 小伙伴们如果说大家还有相关的话题的话呢 或者想找到查理的话呢 下面链接好吧 就是可以看到查理的公司信息 如果说你在贷款方面遇到了困难 或者说你现在想找到一个更好的贷款解决方案 尤其是说呢 你不是说想就买一套房子 你是想通过贷款的这个策略啊 帮你能够更快的建立一个投资组合 那么你可以找查理还有他的团队呢 聊一聊 也许呢他们这边可以给你给到更好的一个建议 好吧 那这个就是今天的视频呢 希望就是小伙伴们能够喜欢 然后如果说你是第一次看我们频道的话呢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跟着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错过澳洲的房产信息 还有财富信息了 好的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